很久沒見過袋鼠了 好像石頭一樣不動 對,好像石頭一樣不動 啊,動了 鴨頭 是嗎?這隻? 這隻不會的,這隻小 不是,中型袋鼠不會 跳跳跳 現在正在收拾東西 打算去Philip Island 會去兩天一夜的 我只會戴這個 Prid的45L Backpack 其實現在是夏天來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Philip Island 都要戴這些 VC 即是乳寒衣物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你夏天去Philip Island 其實呢 晚上也是很冷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過夜 好像我這樣的話 我建議大家 戴一件 VC 即是乳寒衣物 什麼都好 衣服都要的 那我的相機EOS R 已經放在裡面了 其實呢 在Philip Island 可以用這個裝 航拍機的 所以我也是有帶 MARF Air 那我就出發了 Philip Island 位於Melbourne的最南邊 由於當地有很多企鵝居住 所以有名企鵝居住 但我這次就不是去看企鵝的 那現在就差不多到Philip Island 這條就是它唯一的橋 待會我們就要開車過去 基本上如果你坐車的話 都是坐巴士走過這條橋 是唯一的橋 那那邊就是Philip Island 來到Philip Island 第一個景點就是這個 朱古力薯片 其實呢 它就很近的 基本上呢 過了橋 第二個位置就是這裡 有很多東西買的 有些曲奇餅 也有些紀念品 有些杯 也有很多朱古力賣的 那裏有些熱朱古力可以買來喝 那買東西這裡就是免費的 那你也可以參觀裏面的 當然要貨金 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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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這個沙灘 那這個沙灘 那這個National Park 裡面也是免費可以進來玩 不知道收不收到入 盡量會 加回一些資料給大家 放心吧 那大家來的時候呢 就不要過去了 不可以過去的 這裡 那是漂亮的 那因為日落呢 就會在這裡下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是可以看的 那但是今天就太後雲了 那我們就不看了 這裡可以的 如果大家想來這個National Park的燈塔 這個就是它的燈塔 其實是一塊Solar Panel 還有一個燈在上面 是很不值得來的 千萬不要來 但是後面這個景 是真的有多漂亮的 沒有見過袋鼠了 好像石一樣 對啊 好像石一樣不動過 是嗎? 這隻嗎? 這隻不會的 中年代的水門 跳跳跳跳 跳 對啊 怕是敵人吧 哪裡啊?還有一隻嗎? 咦? 還有一隻 哦 對喔 1 2 3 2 這隻 今晚住的地方 很搞笑 車路就在外面 一進來已經是床 也有一部電視 也有冷氣 這裡進來呢 就是另外兩張床 放了東西 這裡裡面是廁所 我現在的太太就在裡面 還有一個衣櫃 咦?有燙袋 其實價錢就... 價錢就不貴的 你在hotel.com或者 在Airbnb都找到 但是呢 如果這邊就有少少垃圾 這裡是本身有餐廳的 所以其實呢 在這裡附近吃東西都方便 這樣就不貴了 方便 好了 廁所 開開燈 燈仔在外面 哇 抽氣線很重 有一個花灑 這裡是花灑 都可以叫做浸泡 但是呢 你看這個位置就很搞笑 你看 很窄的 有個普通的廁所 澳洲也是普通廁所 都...沒有暖氣的 所以如果你冬天來這裡的話 應該就幾凍一下 因為Philip Islands全年都很凍一下 現在冬天都要穿衣服 現在就出去吃東西吃 今天我們就來吃這一間 就是Pizza來的 門口呢 是頗漂亮的 門口放了一輛這樣的雪糕車 咦 不是假的 有東西的 咦 冷的 真的有東西的 但是應該現在太晚了 所以就沒有雪糕買 應該是真的有東西的 真的有東西的 真的有東西的 好美喔 這間店很漂亮 好美喔 我就會在這個位置下的 所以如果大家 有興趣來這裡看看日落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也算不錯 挺漂亮的 所以其實是不錯的 這個位置 好美喔 好美喔 看下來了 真的嗎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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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城市拍攝日出 Philip Islands的城市 我的朋友非常有創作 它沒有腳架所以就用鞋子插部電話 當腳架用 這招真的好厲害 現在來到一間餐廳 我們昨晚就在這裡 就是這樣駕駛過來 這裡就有一個無敵海景 這間餐廳就在賣邊 就在這裡 這裡有吃西餐 看看有什麼吃 這間餐廳好像很久歷史 一樣的感覺 ? 多餐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